好,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上個單元我們介紹了怎麼樣 透過CrossVR去發佈到Daydream 那接下來這個單元的話 我們就來 切換到另外一個平台 Oculus的部分 那一樣請大家在選單上面這邊的CrossVR這邊 那這裡有一個 Plugin Settings這邊 那我們Daydream這邊先Disable掉 好,然後我們再來 我們這邊把它切換到Enable 就是 GearVR部分 好 那在切換的時候它會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同時就是 把 GearVR或是Daydream的部分 整個部分都做開啟 好 那接下來部分的話 我們在發佈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我發佈這邊我現在就是要發佈到GearVR 或者是Oculus Go的部分 那這邊在 GearVR跟Oculus部分的話其實兩個最大的差異在於 就是 我們在之前的單元有跟大家提過 在Plugin這邊 你會需要去 製作一個 OSG的一個檔案 那這個是專門針對 Samsung GearVR的 Device 那如果你今天是Oculus Go的話 那這部分就 不需要 因為 因為Samsung 因為如果是用Samsung GearVR的話你會對應到不同的一個手機 那 如果你是Oculus Go的話它就是單一的一個螢幕 它是All-in-One Stand-alone的一個東西 所以 這是兩個一個小小不同的一個差別 好 那但是打包起來的ABK你同時可以for GearVR或是for Oculus Go都可以 好 那這邊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View 然後就GearVR 好 那我們一樣要出現同樣的選單出來 好 好 看Build 那Build這邊的話 我們名字這邊建議大家先修改一下 好 那在打包的同時我們也來 說明一下 剛剛在 Daydream以及GearVR的部分 和GearVR的部分 那GearVR也已經打包完成了 好 我們來說明一下 Input的部分 剛剛在上一個單元我們有介紹 Google Daydream的Controller 的對應表 好 那這邊我們也 利用 些時間來說明一下 就是在 Samsung GearVRController的一個對應 那這邊是在官網這邊 在官網 在 我們先前所 跟大家講的 在Developer底下的一個Documents 這邊 好 好 那底下你可以從Unity這邊的專案裡面找到 一個UnityDeveloper Guide 然後往下找到一個Input 然後有OVR Input 那在這裡面它會有 不同的一個控制器的對應的一個Device 看一下 那我們開一下 地方 一樣我們來看 好 那這邊是 GearVR Touch的一個Controller 那它 一樣跟Daydream一樣 在左手邊這邊是 硬體的 輸入 那這邊是對 右邊這邊對應到軟體的一個接收端的一個 數字 我們來看 這個是Oculus Go的Device 那其實兩個 基本上 外觀不一樣 但是功能都是一樣的 首先第一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Touchpad的部分 Touchpad是在中間這個 這一個地方 那Oculus Go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中間這一塊 所以它的部分Touchpad的話就是會對應到 這個地方Touchpad的部分 那 另外一部分的話 Trigger 它的Trigger是在 這個地方 那Trigger的話 看一下 看一下 這邊我們找一個測試圖 Trigger是實際上是藏在這底下 這邊有一個Trigger 啊 這邊有一個Trigger 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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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用一張圖片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好 那這張圖 這邊就是Trigger 這邊就是Touchpad的部分 這是在 Samsung Gear VR 部分 所以 Trigger是對應到 這個部位的部分 那如果是 Oculus Go Oculus Go的話 其實我們用這張圖 一樣在這邊 好 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Touchpad的部分 前面獅子按的地方 就是Trigger 那 其實握法 Gear VR 跟Oculus Go基本上按法是一樣的 按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是Trigger 這邊是 Touchpad 好 接下來我們再把 剛發佈的那個 App 我們把它裝到 Samsung Gear的Device裡面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已經 先通過 把剛下載的那 安裝的App 我們把它下載在我們的手機裡面 那現在這是放到 Gear VR裡面的一個 狀況 那我來操作一下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邊是已經 換成是一個 Gear VR了 那 同樣的 像在這邊 我們現在目前按下去是 在Touchpad 在Touchpad 那這邊的對應是 Button2 那如果我們是用Trigger的話 它就是 Button1的部分 所以這邊 是 一樣 ButtonTest 所以 這邊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範例的示範 那透過 CrossVR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我們的 App內容 同時可以 快速發佈到 Google 的平台 或者是 Oculus的一個平台 好 好了